我想问问你当时为什么会去参加这样一个国际赛事呢 我的一个朋友挺好的关系就一直在问我 说老大你那么好那么好的技术 你为什么不出去走出国门 让外国人也看看咱们的东西有多精彩 所以等于他的一句话启发了你 我就觉得好的那我就出去试一下 因为毕竟山外青山楼外楼 我也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宽广 今天这个朋友也来了对吗 我们掌声欢迎他 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英国PME导师也是做翻堂的 我叫杜朝经周老师的学生好朋友 所以你是通过老师认识周易的是吗 我们俩其实通过算是网络吧 因为很早的时候我就是他的迷茫粉丝 他之前的时候发微博 然后有一个食品雕刻的芋头雕的东西 当时我看了之后我就给他底下留言 因为我觉得哇鬼斧神功真的太漂亮了 我就在底下留言 我说我妈妈问我为什么馈着看微博 然后当时因为太漂亮了 结果四年了吧 还没回我微博 还没回我微博 小多实际上周易去参加这个国际比赛 和你有直接的关系 对 因为当时川多老师去比赛嘛 就觉得他做的东西非常美 为什么只在中国交给大家 也可以拿出去国外去让大家看一看 我们中国的技术不比你们次 我们做的也一样很漂亮 但是听说你们去比赛好像也没有那么顺利 对吗 去的时候真的很惨 我们的作品远不止眼前的这些 我们还有三组糖花作品 但是三组糖花作品一组都没 谢谢大家